歡迎大家收看由持有英文學校資訊科技組製作的IT新領域 今集繼續用Python寫Microbit程式 過去已經隔了不少Microbit和Python裏面怎樣編寫程式 今集想又搞一些新的事物 裏面我會包含一些功能 除此之外我們是比較複雜的 我們曾經學過If 今次在If裏面我會再加一些判斷 我們用的條件不止一個 我們會用兩個 我們去判斷究竟這兩個條件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今天我想做一個風扇的程式 透過這個程式就可以了解了這部份 一面學程式之餘我又學了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這個程式我曾經用一些Microbit 一些積目砌了出來 但是影片裏面我們編程比較難用這些積目去做示範 所以今集我用了Microbit裏面 這五成五的LED燈 我無疑於風扇的轉動 而且它會透過溫度和人手去控制它的開關 首先我看看今天的示範 首先看看今天的示範程式 現在在畫面裏面見到Microbit的主板 而在左邊見到有一個溫度 這個模擬器我可以手動控制這個溫度 假設現在溫度是21度來的 這個風扇不會轉動 如果我把溫度提高一點 很簡單我只要在這裏 將它推高出來 將它推高到某個溫度 我超越了某個溫度的時候 你看到風扇就在轉動 我用了幾眼燈模擬轉動效果 其實如果你用真正砌模型的話 其實我可以透過同樣的編程方法 控制這個馬達轉動 現在我們去到這個溫度 它正在轉動 這個溫度現在就降低了 去到某個溫度之後它就會停低了 這個就是用溫度控制風扇的轉動 但是很簡單 其實我們一個if它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想做複雜一點 這麼簡單大家太容易做了 我想透過一個A這個按鈕 有時候可能我設定溫度 可能假設我有25度以上 就會開風扇 但是有時候不是 我突然想開風扇吹一下 我怎麼做呢 它溫度低它不轉 我用那個按鈕 並用這個風扇轉 現在我試一下 我按了A鍵 按了A鍵之後 它就會轉動 現在按了A鍵之後 它就不會停的了 你看到 如果我將它的溫度推高 當然它就會轉動 但是如果我將它拉低 它仍然會轉動 因為我現在轉了一個手動的模式 一按了A鍵 它就會不停地轉 如果我再按一次A鍵 它就會停低了 現在它又會變回自動的模式 當我推高它 它又會轉 當我拉下來 它又會停 我們可以考慮到 如何控制這個A鍵 如何令它可以切換到 自動模式 或者手動模式 而且你會看到 我每一次都會按A 當它靜止的時候 我按A 它會轉動 當它轉動的時候 我再按A 它會停止 這裡我們也要思考一下 我們如何去做到這個 我們過去有時候去做 可能我們按A鍵 它就會轉 我們按B鍵 就會停 這些方法 雖然來說 是不難的 但是今次我們複雜一點 我們用一個鍵 A這個鍵 我們令它停 和轉 而且控制到它兩邊去跳動 當它按A鍵之後 它自動溫度的偵測 就會停止了 所以我今天 用這個If 比較複雜一點 還有我剛才已經說過 我會教大家 如何寫一個功能 首先我們去到 Microbit裡面的編程畫面 在未開始正式寫前 我想大家了解一下功能 其實我們功能 經常在用中 過去教大家 我們寫很多 做一些Forever Forever其實是一個功能 首先我們去用Forever Forever很簡單 我只打個Basic 看到有一個 Dock Forever 按下去 現在出了一個Forever 我想做一個簡單 做一個心跳效果 首先在上面 這個Pass 我就不要 可以加一個 Icon 在這裡按回去 我來Show icon 當然你是熟悉的話 可以自己用人手去打 現在有一個心 然後再來 我再去暫停一下 我去暫停一下 我去暫停 大約是0.2秒 接著我去複製這兩段 這兩個都是心 我這裡就把它改進去 可以選擇一個細心 如果現在我測試一下這個 你看到這個心不停跳動 但是這個是一個Forever 它不停地循環 但我如何把它改成一個功能 寫得很相似 我在下面再做一次 我只要在這個位置 我打開 看到有一個Function 按下去 它有兩個選擇 一個叫Call Function 一個Define Function 因為現在我是新寫 所以我Define Function 我按下去 拖出來 你看到它Define Do Something 當然要記住 這個Do Something 這個名字是用來改的 暫時要先用你的名字 裡面有一個動作 你會發現其實很相似 這個Forever 上面也是一個Def 這個Forever 開闊好、生闊好 但它在下面 也有一個 就是一個Basic Dock Forever 它會叫回自己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因為這個Forever 是永遠不停地走 當它到了底 它會叫回自己 所以它會不停地走 但是這個Do Something 它就沒有 去到這裡 它是結束 好像我們的If Then Else 去到結尾 它會結束 它不會回到上面 繼續不停地循環去做 好了 我將它 這四行 我將它複製 把它放下 在鍵盤裡面 我按Ctrl V 接著我們在這裡 要將它移回位置 這個Forever 它只是做一次 如果我直接叫它 它就會走一次 首先 我暫時停了這個Forever 我打回Passive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 我們不打任何字 它就會出現一個Error 我怎樣叫這個Forever 我去到Forever 我打開它 我們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我們Call Function 一開始的Program 這一段 現在是雜誓不走的 我在這裡 一開始什麼都不做 我就是 做一個 Call Do Something Function 接著 它就會直接去走 這一段的程式碼 這個做法有好處 就是 可能有時候 我們一大段的程式 我們做某些事情 如果我把它分開出來 做成一個Forever 我們方便去看 我們方便去處理 而且有時候 這個功能可以不停用 可以用好一次 我看看這個效果 按一按 你看到 它的心 閃動 但是只做了一次 為什麼 因為它 開始是大心 接著是細心 只做一次 它就停下了 如果我點了 可以讓它 不停地做 我只要把 Call Function 這個動作 我放在Forever裡面 把Path 我不要 就變成這個 Do Something 大家信用一下 如果 我這個Forever 不停運作 它叫它一次 由大心 變成細心 接著它完成之後 它又會回到Forever裡面 它又再叫第二次 所以它就會不停跳動 我看看效果 大家看到 心不停地在 又大又小 好像我們有一個心跳 我剛才已經說過 這樣的話 我們會比較好看 因為 好像這裡 現在我覺得四行程式馬界 容易看 如果這裡有四十行的話 我們比較難去處理 就算我們不停複製下去 也很容易會錯 但是如果我們 將它 造成一個 Do Something 的一個Function的話 我們只要 在任何地方 我需要用它的時候 我自己叫它 它就會運作 我們相對來說 我看這個程式的時候 容易看很多 如果大家了解這個做法的時候 我就正式開始這個程式 我將這些程式馬上刪掉 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做一個 風刺的轉動 同樣 我先用Forever去做 大家看到效果 首先 我們在Basic裡面 我拿一個Forever出來 第一件事 我想做一個 風扇的轉動 我關掉這個Forever 我也是Basic的 我們今次 展示LED 馬上就出了這個畫面 很簡單 原來 只要我把這個 變成一個井號 它就會出現一個 燈 至於這些點 它是不燈的 我看看效果 看到現在 只是中加點 我們可以組裝 好 接著我複製這幾段 再複製它 我Enter兩下 再複製一次 接著我再Enter兩下 移到最前 同樣的做法 接著我把這個位置放得漂亮 把這個 給食肯一格 這個也是 留意我們的移位 因為我們Basic的 LED 就是 Under這個Forever 所以我要移到這裏 如果這裏有些隔行 你最後不喜歡的話 可以刪除它 現在我做了 我想做一個風扇 因為我看到 就關了這一點 變成打直的 再一些不要的 就關了一點 就變成一些井號 如果再看看效果 好 變成它 變成了閃 長 短 這樣就閃了 好 接著這次的一個 就是在這裏開始 這裏 我快點做完它 只要將Food Stop變成井號 就可以了 這一個就是打橫 最後這個 就在這邊斜下來 完成了 完成了之後 我看看結果 我只要按按個Pay 你看到這個風扇 不停的旋轉 但是剛才我已經說過 我現在這一個 就是一個Forever 是不停地走的 但是我想改了改它 我想把它變成一個功能 把它訂了 我把它按Forever 我的命也不要改了 將它的字刪掉之後 我可以給任何名字都可以 這次我給它的名字叫Fanon 代表它的風扇著了 而下面這裏最底的 我已經刪掉了 如果我現在開這個程式 它就完全不動 因為這個功能是需要 你呼喚它 你要叫它才行 我又試一下把它放進去Forever 在Forever裡面 同樣 我選擇Basic 我跟著選擇Forever 在裏面 我自己去Call它 如果我們不懂得用 不要緊 我可以在這裏按 我只要在這裏打開它 我這裏有個Call Function 就拉下來 但是它的名字寫著是Do Something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是需要這個Fanon 我們可以複製這個 有時候我們是真的 我們寫程式 因為很多裏面的Function 它的變數 我們複製是比較好些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每次用人手去打下去 很容易要錯 可能串錯字 或者大小街錯了 出現問題 如果複製的話 錯機會很小 好,在這裏我們放下去 我離開了這一部分 我們Ctrl V 看看效果 我們按 因為這個Forever的關係 它令到它不停在這裏轉動 因為轉完一次 它就會Call第二次 現在又產生了一個風扇的轉動效果 接著我看看 我們怎樣令到它 跟著溫度的改變 而令到這個風扇著和關 我先把這個就關掉 當然我們也是用Forever做 因為Forever才可以不停地檢測它的溫度 我們要檢測它的溫度 我們很簡單 我們說If 如果 我們簡單 我們這個溫度屬於Input的資料 打了Input 你會看到有一個叫做Dog Termature 我們按下去 如果這個溫度 我想將這個溫度 它大於某個溫度 它就會啟動 我想將它大於 等於25度 25度 或者以上 它就會轉動 就會開風扇 當然 這個是開始設定的 到了下一項 我們就會Call這個功能 我剛才也說過 最好就是複製 就複製它了 這次複製它 我們要選擇那個括號 當它到了25度 我們Ctrl-V 放進去 就會Call這個功能 我看看是不是 一開始 21度 它不動 但我開始推上去 去到27度 它不停地轉 但如果我將它拉低 它會不會停 我試試將它拉低 拉低 它停下來 但我覺得 想停下來 它打斜 不喜歡 我想打直 想停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比較漂亮 所以我又有一個If than Else 去到下一項 這裡 給它一個Else 給它 然後給它一個Colon 下一項 我們就 再一次畫這個圖案 或者我們可以直接打它 我們選擇去我們的 ShowLED 它就出了另一個 但是我這次需要去直 完成之後 我再看看效果 現在是21度 它就會停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會開著這個 如果你不動的話 它會不停地在打直的LED燈上 我將它推高 溫度超過25度之後 它就會轉動 拉下來 它就會停下來 停下來 我打直 又不是剛才看到我打斜 因為它會把它變成這個樣貌 接著我想做一件事 我想做一個A 按一下它就會轉動 拉下來 A我們簡單一點 我們可以從這裡拿出來 我自己有Input 我們拿第一個 按了A鍵之後 它會做什麼呢 很簡單 按A鍵就是做這個 再複製 貼上去 看看效果 我們先看看 原來我按A鍵 它就會召喚這個功能 但是你會發現 很有趣 我按一下A鍵 它召喚這個功能 但是動一下它又不動 為什麼 因為溫度現在是低於25度 所以 就算 我現在按了一下 它動了一個圈之後 它又停下來 因為我受到這個地方影響了它 除非它去到高溫 高溫我們不用按它轉 但是如果低溫的話 我停下來 我按一下 它只是動一下 然後它會停下來 這裏又產生了一個問題 我怎樣去處理它 所以也等於我開始的時候說過 我們這次有兩個地方判斷 除了溫度之外 就是它有沒有按這個按鈕 所以我們會產生 我們在邏輯判斷 我們包含了兩樣東西 首先我們簡單 我們先去研究一下 暫時不要先去鋪圈 先去思考 因為會比較難的 我用一些簡單的例子 看回我的work這個畫面 現在我用文字顯示 過去我們學會的if 也有一個條件 這次我再加多一個條件 我再加多一個 裡面有一個or 我先去想一想 第一 我們如果 if 他是小孩子 or 老人 我們就想一想 很多時候買票 小童票 老人票 都會便宜一些 很多時候叫做優惠票 我就想一想 如果 我有一樣東西 他是小孩 or 或者 他是小孩 或者是老人家 他的結果 就是優惠票 其他的 else 就是一個正常票價 這件事 大家很容易會明白 但是我們要放在這個邏輯判斷裡面 同樣 如果我們做一個邏輯判斷 他是小孩 or 老人 很簡單 他就優惠票 相反 else 他是正常票價 這個是or的用法 或者 只需要兩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 隨便一件事成立 如果他是小孩 正確 他便去到優惠票 如果他是老人 正確的話 他便是優惠票 當然 老人小孩 是兩個不同的年齡 他們肯定不會共同 一是老人 一是小孩 只要他們事實一樣 事實一樣成立 他便可以優惠票 其餘正低的 便用回正常票 這就是or的運用 另外除了or之外 就是an 雖然兩個內衡判斷 不單止我和an 但暫時我們還是先學著這兩樣 其他的 我們在日後再和大家去研究 看看這個 今次我想吃燒烤雞腿 我看看我的判斷 第一件事 我們判斷究竟 是不是雞腿 如果是 當然這個會正確 但是 這個問題 今次我要用an an的話 就要共同 發覺要兩元成立 所以他一定要是雞腿 和燒烤 我才會吃的 如果不是 我就不會吃 如果是雞腿 這個正確 但他用了是炸的 炸 放下去燒烤 不正確 錯的 一個正確 一個錯的 所以我們都不會吃 或者他給我們雞腿 雞腿 放進雞腿裡面 他是錯的 他是燒烤 對 這次是燒雞翼 他是燒雞翼 但是 也是錯的 因為我不吃燒雞翼 我需要燒雞腿 所以他必須是雞腿 必須是燒烤 我才會吃 這個就是an 所以大家要了解了an 和和和的分別 今次我們回到程序裡 我想想我如何處理這部分 現在我們再想一想 其實在過去我教大家 做了一些開關 我將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是一個 Boolean 不是一個數字 也不是一個文字 它裡面包含 只是一個True和False 這兩樣東西 我只是透過這個變數 它裡面 裝著True 因為裝著False 它就可以 控制它開和生 要啟動它的時候 它是True的 啟動 如果是False 它會停止 這個我之前跟大家研究過 首先我要開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 我叫做False 一開始的 它等於是False 通常我們創造一個變數 它通常 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給它 它都是一個False 也等於我們寫一個 數值變數 因為數值變數 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零 有了這個變數之後 我要叫變數進來 所以我要加一些東西 加一個高部 拿回變數 拿回False 拿回變數 拿回變數 之後 我就要改變它 當我按A 它會由False 變成True 相反 如果它是True 它就會變成False 如果它不是True 當然是False 如果它不是True 當然是False 如果它是False 相反 它就變成True 現在只是控制它的變化 開始的時候 它是False 按它一下 在這裡就檢查 如果它是True 它就變成False 現在是False 就去到這裡 到L就將它變成True 我現在有了這個開關之後 我怎樣放下去 我想一下 看看這裡 如果這個Temmeture 是大於25度 它就會動 就會動 在這裡轉動 想一下它有什麼時間 它會再動呢 很簡單 我想一下 如果這個False 是False 它當然不會動 但是如果這個False 是True的話 它也會動 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就是它25度 或者是以上 另一個情況 就是這個False 它是True的 它也會轉動 很簡單 我剛才學過我 我只是在這裡 地方 我把它加 一旁 我打個 我什麼呢 我這個False 這個情況 我只是一些Bullion 的變數 才會出現 好像我之前 教過大家 我用01去代表 這次 大家了解的是 Bullion 所以我就 直接寫False 我直接去讀取它 究竟是True 那就可以了 可能大家暫時 對這個Bullion 未必這麼了解 但我們用多一點 我們會知道 完成之後 基本上我們寫完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當我們 溫度大過這個 或者這個False 是True的話 它就會動 我們就想一下 如果把溫度拉低 是怎樣呢 把它拉低 它會低於25度 低於25度 但是因為它餓了 這個False 是True的話 它仍然是會轉的 如果我按第二下 按停了它 我按一下 停了 停了之後 它變成False 這個就錯了 但是錯不要緊 當我們溫度升高的話 它只要大過 等於25度的話 它同樣都會轉 到了這個 我又試一下 好了 那我先開了Program 底線試一下 我現在的溫度 是很低的 21度 所以它不轉 再推高它 再推高它 它很熱 它轉 它拉回來 它又不轉 但是如果我按A 按 馬上會轉 因為現在我把A 由False 轉成True 所以這裡 它會成立 成立 它就會轉 要怎樣停 我就按A 它便會停 今天的程式到這裡 但是我想大家想想想 自己嘗試寫 是甚麼呢 當我們這樣推上去高溫 不停地轉 就算我們再按A 也沒有用 它不會停 因為它溫度很高 它會不停地轉動 當然我們可以暫停 它 或者拔了電鍵 它也不會有電 它也不會走 我問你可不可以試一下B 按一下B 它便會停 就算它在37度高溫 也會停 它不會轉動 直至我們再按一次變鍵 它才會回復正常 它可以自動行溫 或者它可以 變成用A鍵控制開關 這個B鍵 等於它是一個 重鍵 按一下 它便完全 這個系統便停止了 再按一下 它便會轉動 這一部分 我就不教大家怎麼寫 大家可以自己嘗試想想想 我認識了A鍵怎麼寫 相同來說 我們經多思考 我們會想到 B鍵是怎樣做到 當然 這個B鍵 會比A鍵 複雜一點 所以我們經常鋪鋪 就是這樣 不要只是聽著我講 就是跟著我做 大家多點思考 多點嘗試 我不停去思考 我們將它的程式 我們加一些東西 減一些東西 當然 我今天教的東西 這個B鍵不會超越我今天所教的功能 都是用回 我們剛才說過 用O 或者用N 我們可以做得到 希望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今集就到這裡 我下次再見 拜拜